再來我們要進入的部分是紅棗 其實紅棗也是一個什麼呢 你如果去看它的整個分類的系統來講的話 它事實上在現在是放在原生生物這個部分 但是它比較令人頭痛的地方就是 它整個多細胞的結構的複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從最基本的其實你看所有這些藻類的分類群 這些具有光的作用能力的一些生物 它整個會從單細胞一直到群聚一直到多細胞都會存在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完整的什麼的演化的一個系統 譬如說這裡頭紅棗它最簡單用形態的方法來分 單細胞譬如說紫秋棗 它是真合的單細胞的棗類 很簡單就是細胞分裂 那它會形成群聚型 同樣的跟藍綠細菌很像 就是什麼呢? 細胞分裂後外面內層沒有分離開來 所以它就會形成群聚型 那紫秋棗也有這樣的類型 然後它有絲狀的棗類 譬如說多管棗 那多管棗呢 這個是在紅棗裡頭的比較常見的類型 那我們後面會講到呢 它這裡頭會有分支 會有三個不同的什麼呢? 世代交替的生活史 所以它比較麻煩是在這裡 它二N是有兩個時期 N只有一個時期 好 那也有魔狀的棗類 魔狀的紅棗類 其實你們應該都吃過 一定 除非你不吃紫菜 你不吃海帶糖 你不吃那所謂的紫菜蛋花糖 或者你不吃日本料理裡頭的那個海帶卷 那個就是它 基本上它是屬於紫菜屬的東西 所以這種魔狀的什麼呢? 紅棗類呢 其實在整個我們的生活裡頭呢 使用量非常的高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有一些什麼呢? 相關的料理你也會吃到 譬如說這個所謂的紅葉棗 或者是我們會講到的這個所謂頭髮菜 我們在吃的絲狀的 我們叫髮菜的有兩種 一種是剛剛所講的藍綠細菌 簡稱髮菜比較粗 比較不好吃 一種是這一種 是紅棗 頭髮菜屬 好 那 依據形態就很簡單的這樣去講 那 依據它的一些外部的特徵呢 它為什麼會呈現紅色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它的 藻紅蛋白的含量非常高 它葉綠素主要是葉綠素A 葉綠素C 但是呢 它其它的是紅什麼呢? 藻紅蛋白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它會整個看起來是一個紅色的葉綠體 那這個藻紅蛋白呢 也是被重要的萃取 故而為冷螢光的試劑 台灣基本上就有公司在萃取 這個部分呢 作為原料賣給什麼? 賣給國外的檢驗試劑公司 作為什麼呢? 它們四季的一個螢光的標示的來源 那 整個結構來講呢 它的細胞壁主要就是纖維素 它的細胞壁 纖維素跟果膠 好 那這裡頭呢 它有兩個很重要被大量使用 被做為什麼呢? 現在的一些加工食品 所謂的 半滷巨糖 那半滷巨糖類的 在紅棗裡頭 主要可以萃取出來的是 阿嘎跟卡拉菌 所謂的洋菜跟卡拉椒 那這兩個東西呢 洋菜應該吃到 應該也吃過 它可以同荷稻萃 可以同紅棗萃 除此之外還有這個卡拉椒 那卡拉椒呢 本身來講 在一般我們牙膏裡面 常常會添加 在一些傳統被放牙膏裡頭 就會使用這個卡拉椒 除此之外呢 譬如說 含鈣的鹽類呢 在這樣的藻類裡面 也非常的高 色素的部分呢 在紅棗類的色素呢 主要 葉綠素A 這沒有什麼問題 它其他的輔助色素 非常種類多 藻膽色素類的 都是蛋白質類的 那都是水溶性的 蛋白質類的色素 這裡面呢 含量最高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謂的棗紅蛋白 所以也為什麼讓棗體 整個葉綠 呈現紅色 主要就是這個 所謂的棗紅蛋白 除此之外 還有棗藍蛋白 跟胡蘿蔔蛋白 這類 胡蘿蔔色素 對不起 胡蘿蔔色素 這幾個 那 它的 碳水化合物的儲存呢 跟其他生物是有點不一樣 它所儲存的是這個東西 Floridin 所謂的紅 棗紅蛋淀粉 那棗紅淀粉類呢 它第一個具有分支 第二個它含流 所以 為什麼 棗類 不管紅棗 不管喝棗類呢 它其實在腐化的過程裡頭 為什麼會有一個錯位 主要原因就在這個部分 它的 什麼呢 泰水化合物裡面 常常含流流的成分 紅棗呢 整個過程底下 整個生活史底下 這一類型的 唯一沒有編毛的時期 不管它任何的時期 它就是沒有編毛 所以它連產生的孢子 都是直接隨縮逐流的 所謂的不動包子 所謂的進包子 所以這個就比較討厭 好 那無性繁殖 它無性繁殖的部分呢 所產生的我們稱之為 不動包子 那 整個你去看它的液律體的形態 它的液律體呢 其實是多量 然後呢 大量的 具有 各個磨成 類狼體堆疊的一個結構 所以 旁邊呢 會有很多的澱粉粒 所以它光合作用完畢 這個產物 直接會在它的 鑿體裡頭的大量累積 碳血化合物 那 光合作用的結果呢 你會發現 這裡都 這個液律體 旁邊就很多這種 starch的顆粒就產生 如果順利的話 這些 一般我們就可以拿來使用 所謂的陽菜 所謂的卡拉椒 都可以由這裡來把它萃取出來 好 紅藻 跟剛剛之前的藍綠吸油完全不一樣 紅藻基本上是有性生殖的 紅藻基本上是會形成世代交替的 紅藻世代交替也就算了 還產生了三個不同的世代 我們一般在講的世代交替就是 2NN等連結 有獨立生存的包子體 跟獨立生存的配子體 問題是在紅藻裡面 就跟人家有一點點不一樣 它主要的 多細胞的 獨立存活的個體 主要是包子體跟配子體 這沒有問題 主要是包子體跟配子體 這個不會有問題 但是在它中間 插入了一個叫做 卡普斯波瑞 所謂的裹包子體 卡普斯波瑞 果包子體 是由受精卵 在經過有失分裂去形成的形態 所以它其實不是獨立存活的 它是依附在結構上面 我們後面會講到 但是也意味這樣中間就多了一個時期 所以它有包子體 有配子體 有一個果包子體出現 所以我們稱之為 三個不同的世代交替 這個只有在紅藻的一部分的藻類 才有發現 所以你去看的話 大致上整個簡單的一個寫法是這樣子 我們從配子體開始 配子體基本上它是可以區分開來的 為什麼可以區分開來 它裡面所產生的配子 大小形狀不同 那因為大小形狀不同 結構的不同 又產生了一些特定的名詞 所以雄性的配子體 所產生的雄配子 稱之為不動精子 剛剛有講過 這整套系統 它的單細胞多細胞 都沒有辦法做移動 所以雄配子體 所產生的叫做不動精子 雄配子產生卵 所以不動精子就飄過來跟卵結合 那卵具在哪裡呢 那存在這個結構叫做裹卵包 不動精子進去之後 跟裡面的卵產生受精作用呢 開始這個受精卵就發育 就直接在裡面發育 就產生了裹包子體 所以這裡看懂它在哪裡了吧 這個裹包子體其實是依附在配子體 磁配子體上面所產生的結構 好 那這個裹包子體呢 裹包子體呢 它在發育成熟之後 它形成的特殊的無性繁殖的構造 稱之為裹包子 而這個裹包子呢 釋放出去之後 到了適當的環境 附著細胞分裂 產生的我們叫做四分包子體 所以它真正獨立存活的是配子體跟四分包子體 好 那這個四分包子體呢 四分包子體呢 多細胞四分包子體呢 生長到成熟之後 會在上面產生四分包子囊 這個時候進行減速分裂 減速分裂完畢之後 產生了四分包子 就是一樣沒有任何運動力能力 一樣散發出去之後 就形成了配子體 所以這個部分呢 特別強調它就是多了這個東西 果包子體 依附在配子體上面生長的時期 好 那它的長暖氣 持配子體上面的長暖氣呢 它會形成獨特的外觀跟獨特的功能 所以特別把它稱為剛剛的所謂的 tapogonia 果卵包 果卵包 好 那有講到 熊配子沒有運動的能力 唯有運動的構造 所以它所形成的是一個不動精子 就是水水漂流 然後呢 精子 不動精子水水漂流到果卵包裡頭 跟卵結合了 卵結完畢之後 形成的第一個瘦精卵 就在這個磁的配子體上面 形成細胞分裂 然後最後形成這個叫做果包子體 果包子體呢 通常來講 它是小型不會很大 但它是二倍體的多細胞石器 它依附在磁配子體上面 基本上它的能量什麼的 然後還是有磁配子來供應 然後呢 在這個部分 它就形成了果包子 由有失分裂 產生了二套的 二倍染色體的什麼的 果包子 所以 果包子體 一路的都有有失分裂 去產生 果包子 果包子呢 它成熟之後就散出去 散出去之後 到了四湯完畢之下萌發 所形成的稱之為四分包子體 一樣是二套藍色體的結構 然後呢 它的外部形狀 在某些物種裡頭呢 是跟配子體是相似的 所以它有一些 在整個系統裡頭 有一些是屬於同型的結構 然後呢 但是這裡是用減數分裂 去產生四分包子 所以回到了單倍體的時期 所以 整個四代交替 就有三個時期 而這三個時期呢 分別是二倍體的四分包子體 它的目標 它的目的就是產生 單套的四分包子 是經由減數分裂產生的 四分包子丟出去之後呢 它的第二個時期 就形成了配子體 配子體是由四分包子體 包四分包子蒙發所形成的 而這裡頭有雌雄的區隔 然後裡面會產生配子 基本上是經由有十分裂而來 那最後一個時期 就是所謂的果包子體的時期 配子結合完畢之後 石熊配子結合完畢之後 在果軟包裡頭的受精卵呢 這個盒子呢 就開始進入到有十分裂 在石的配子體上面 就順利的發育 然後呢 在這裡頭就形成了果包子體 果包子體 而這個果包子體呢 它主要就在經由有十分裂 是產生什麼呢 果包子 再放出去去形成 我們剛剛講的二倍的 四分包子體 所以其實很簡單 把它用卡通圖的方式去看 大致上這樣的一個循環 而在這裡面呢 唯一比較需要去做的解釋的部分 第一個是所謂的受精式 它是在果軟包裡頭 果軟包裡頭呢 必須要有的結構 剛剛有講到 熊的配子體 丟出來的精子 它是沒有運動能力 它就是水水漂流 這個 所謂的受精師呢 它可以增加配子 尤其是不動精子 碰觸到的機會 所以當它碰觸到這個受精師的時候呢 它會有黏附 然後呢 讓精子到軟的結構去 精子到軟的部分去跟軟結合 形成核子 不然這個部分很難 在整個釋放出去之後 在整個水域環境底下 那這個受精軟呢 這個成熟的受精軟呢 基本上來講 再來就是在哪裡 你這個核子就直接在果軟包上面萌發發育 經由有失分裂 就產生了我們剛剛所講的果包質體 所以這個受精軟上面就會突出 形成一個類似像果實的結構 然後我們稱之為果包質體 而這個果包質體的裡面呢 它的細胞會形成孢子母細胞 沒有經過減觸分裂喔 就直接有失分裂 產生二倍體的 二泡染色體的什麼呢 果包質 而這個時候果包質再順利的釋放出去 環境底下產生這個失分包質體 所以整個流程就會發現了 它就是一個順利的一個循環 那它也因為必須要有特定的條件 去讓它產生受精軟效 所以產生的是什麼呢 受精濕的一個結構 那這個是多廣告的一個部分 那紅藻類呢 全世界你去找 當事實上有記錄的 就大概一萬種左右 其實並不多 從我們剛剛所講的 單細胞 到 到絲狀 到磨狀 到複雜的 加起來就是一萬種 那一般來講 多細胞類型的 這一種 紅藻類呢 它就是附著在石頭上 或是什麼呢 水體環境的基礎上面 而這裡面呢 紅藻類其實大部分是海洋的 你如果在淡水環境下面 找紅藻 事實上是一個很辛苦的 為什麼呢 大約只有150種是淡水環境 其他全部是海洋環境 然後呢 紅藻類其實很討厭的一點 這在所有的植物或藻類 都有相同的一個奇怪的地方 有一些就不太認真工作 它就是把葉綠體也丟掉 它原來理論上是 自營生物 理論上用它的紅色葉綠體 可以順利的經營光的作用 但是在這紅藻裡頭 有一部分它的葉綠體 是失去功能的 因為失去功能 它就由自營生物 轉變成易營生物 所以它沒有自己的光合作用 好 那分布呢 一般來講 水域環境 大概只有150種是淡水的 其他大部分都是什麼 大部分都是海洋的 而它生長的地方 其實是屬於溫帶的地區 從海邊一路到朝下去到礁石區 通通都有 它甚至還會直接長在其他河島的生臟 因為它比較小 它可以附著在其他河島的生臟呢 去競爭陽光 所以我們去看的時候呢 在溫帶的地區 通常會生長在一些低光照的環境 包括朝下去 包括礁石區 然後呢 甚至呢 它會長在這個賀島的部分 那在熱帶的地方 或者是南半球的地方呢 它主要其實生長是在朝間帶 那這兩者之間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生存策略 所以 在台灣你要採紙菜是在哪邊採 有沒有看過人家澎湖 那個老婆婆下去採紙菜 懂沒有 它基本上是在 一般的山谷礁礁岩這個區域 退潮的時候它就上去採 它會採兩種 一個是紙菜 一個是尺寸 綠色的跟核色的 綠色的比較在上層 核色的比較在下層 那這兩個都是在當地 是很重要的什麼呢 作為食材使用 事實上其實我們吃蠻多的 尤其你到一般海產店裡 你大概都可以買得到 吃得到 好 那稍微把它的分類系統 稍微講一下 它主要就分為兩個缸 一個是真紅棗 一個是紅毛菜缸 或叫做紅面缸 那這裡頭其實比較 你會常看到的 第一個是這個頭髮菜 第二個是這個紫菜 這兩個其實都是紅毛菜缸 跟紅面缸的 那其他呢 其實有很多拿來吃的 只是吃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它是誰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很多藻類都可以吃 但是 第一個成本高了 第二個在台灣其實並沒有真正很好的去做一些培育的工作 這在日本就很多 那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像什麼 紅棗薯 像絞叉菜薯 紅葉棗薯 跟多管棗薯 其實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但是病 在台灣病不常 拿來作為食材 好啦 那我們講第一個好了 所謂的真紅棗鋼呢 真紅棗鋼呢 真紅棗鋼裡頭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分類群 它從魔狀棗類到複雜的絲狀棗類通通都有 很有趣的一點你去看呢 紅棗薯 它類似像手掌的葉片狀結構 正在北歐他們直接拿來吃 所以長狀所謂的紅棗 那他們甚至把它做成一些可口的點心在吃 那絞叉菜薯呢 這個其實台灣有 而且台灣在很多的日本料理裡頭 它在生魚片的時候 除了放生魚片之後 會放幾隻這個在上面 點綴 這是可以直接吃的 事實上口感也還不錯 只是不容易長 也不容易看到 因為它事實上不大 大概就是五公分左右 小小的一根 三到五公分 好 那這個紅葉棗跟多管棗 其實都是 都是無毒可使用的 尤其是這個多管棗呢 它會長到哪裡去 它會長在其他核棗的身上 這是大型核棗 菸棗類的 然後呢 多管棗就直接長到人家身上去 意思就是說 在人家的地盤上 又搶了一塊地方 然後自己進行光光作作用 所以多管棗它整個生長的策略 就會跟其他棗類有一些些不同 好 那多管棗你們在後面 在實驗課的時候 會看到它的一些結構 撥片的一個部分 同樣的 它是屬於三個時期的 同樣剛剛講過 它是不具有運動能力的 它的包子跟它的什麼呢 精子都不具有運動能力 但是呢 一樣它是三個時期 它有所謂的裹包子體 有所謂的四分包子體 有所謂的配子體 那整個世代交替裡頭 一個單套的 單背的配子體 跟兩個多雙套的包子體 那一般來講呢 多管棗類的呢 它的橫切面 你會發現它其實不是單一細胞 一個管的結構不是單一細胞 一個管的結構 你去看的話 事實上是五個細胞 它的中間有一個中軸細胞 旁邊有四個周圍細胞 乘一束的結構 那這可以增加它的什麼呢 增加它的韌性韌度 今天 濁生在其他的褐藻身上的時候 水流打擊的時候 不容易斷離 同此之外呢 它在細胞跟細胞之間 它會產生這種所謂的孔狀的聯繫 所以它可以順利的去傳遞一些物質 經由這個孔狀的連結 那多管藻呢 在頂端的部分 有很清楚的頂端生長 就是它頂端的一個 什麼呢 細胞分裂的一個能力 那一般來講它多大 它是很小 它要兩到十公分而已 並不容易去看 那多管藻呢 如果說在一般熱帶的地方 它就長在潮間 這樣的環境底下 所以它長在哪裡呢 對不起 這上面全部是石純 都是綠藻 它長在石純的下方 這些凹陷的地方 主要就是多管藻為主的一個分部 那當然剛剛有講過 它會附著在其他的 核藻身上去生長 好 那我們只是把它的 什麼呢 一些結構把它給拍攝出來 這裡你看到它各種的結構 趕快稍微說一下 說明 好 這是它的四分包子體 它的四分包子體裡面 在尖端的部分 它的細胞會進行 減速分裂 產生四分包子 為什麼叫四分包子體 主要是因為在觀察 多管照的時候 它有這樣的一個特徑 它在頂端的細胞 就開始進入到什麼呢 減速分裂 然後呢 所形成就是四個子體細胞 而且還不分離開來 那 在 配子體上面呢 一般 多管照是 雌雄一株的 雌雄不同個體的一個生物 所以你在雄的配子體上面 找不到雌的結構 你在雌的配子體上面 找不到雄的結構 所以要去看它的精子的部分呢 你必須要找到雄的配子體 怎麼找 在它頂端的位置 你可以找到那個顏色非常深 在精油懶熱之後 它的細胞質非常濃縮 細胞核非常明顯的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它的什麼呢 藏經器 好問題是呢 它就算成熟之後 它也不具有邊毛 它也不具有運動能力 它就水水散發出來 就在水裡頭飄 那 整個 果卵包呢 很簡單 它就是不動 就會形成一個特定的結構 然後呢 同樣的呢 它就會在裡面去形成卵 那 剛才有講過 它有受精子的產生 它可以把什麼呢 把糖精子呢 把它給什麼 給撈進來 不然它其實不太容易產生什麼 受精現象 所以在這裡頭 熊配子體呢 糖精器 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地方 它就是它會由 旁邊的這個 柄呢 去連結在 多管道的主幹的部分 那當然下方會有一些 有不運的 但是類似像保護的結構存在 那熊配子跟磁配子結合後 直接就在磁配子體上面 產生發育呢 形成 沒有打錯字 發育形成什麼 發育形成果包子體 那果包子體呢 再來就是直接形成果包子散發出去 那這邊沒有拍得很清楚 這邊是四分包子體的 它的那個 包子的部分 好 那這裡已經講過了 其實它整個 Life Cycle呢 大致上都跟其他的植物 或藻類相似 唯一就是在這一塊 果短包熊持配子體之後 會產生果包子體 會產生果包子體 果包子體 經由 有失分裂去產生 雙套的果包子 然後呢 就順利的散發出去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分類群呢 會比較常見 因為至少你會常吃到紫菜薯的東西 這個部分呢 比較麻煩的也就是呢 在這一群的生物裡頭 它還存在單細胞型態的物種 紫球藻就是這類型的 然後到多細胞 到柏狀藻類到絲狀藻類 通通都有 譬如說紫菜薯到什麼呢 老鼠 所以它從最基本的單細胞 移入到什麼 到複雜型 而在這一群的生物裡頭 它會形成很重要的海洋層積物之一 所謂的殼狀紅藻 殼狀紅藻呢 很有趣的也就是說 它在成長之後 會在它的細胞壁的外層 大量去累積碳酸感 最後變成一個硬硬的 什麼呢 藻類 那這一類型的藻類呢 在台灣甚至 被發現在某些地方 可能跟什麼呢 藻礁的形成是有關的 在哪裡 還是還沒去過 藻礁 已經成立新的保護區 保留區保護區保護區 關心藻礁生態系保護區 那它這要做什麼 它基本上就是要保護 這種比較特殊 有紅藻形成的礁 那 這種殼狀藻類呢 其實很討厭的地方就是 它的生長其實是很緩慢 它今天讓它累積碳酸鈣之後 它的整個生長就遲緩掉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基本上可以在一些低光照的環境 持續的生長 但是這種殼狀藻類 它對高光是敏感 所以一般來講 殼狀藻類 它其實長是在朝下帶 適應低光照的環境 那累積碳酸鈣主要是什麼呢 避免被人家 被它 它自己被人家當作食物 碳酸鈣之後 這些魚類其實不太喜歡吃它 當然不喜歡啊 因為啃起來粉粉的 硬硬的 沒有什麼生物 大家會喜歡吃這類型 好 所以你到了朝下帶之後呢 你去看 如果說這種 一根一根 平長 像扇子 或像什麼呢 螺子植物它的葉片 松柏類的葉片 這個就是所謂的 殼狀活照 那這個東西很討厭 就是你踩了之後 放到陸地上 它一段時間 這個紅色全部都不見 就變成一個 灰白色的 外殼而已 我們實驗室有 你們也會看到 但是問題就是 沒那麼漂亮 你直接在水裡玩一下 還可以看得比較漂亮 好 那這應該是你們最常見的 紫菜 紫菜來講呢 其實它 當然第一個 養分很好 第二個 常常被作為 煮湯的食材 甚至在日本呢 會大量的把它壓乾之後 成片 變成什麼呢 包 飯的一個結構 那東西是 它在小時候的時候 其實蠻受小朋友懷疑的 很有趣 我們家這個消耗量非常高 大概 如果說 兩隻一起炒的話 大概只要一個禮拜內桶 就不見了 那 這個東西 在某些人不適合吃 什麼樣的人不適合吃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疾病的人 請記得藻類 尤其是紅藻這些紫菜類的話 不要去碰它 為什麼 因為它的含點量非常的高 好 那 這個東西呢 其它有趣 它會長在 潮間帶 然後呢 長在靠近岩石的 碰水岩石的 這個下巴 下方的部分 所以呢 有時候如果今天 潮汐大 水退得多的時候 它會整個暴露出來 但整個暴露出來之後呢 它的整個生理結構 它對於葉綠體 還有葉綠素 光合作用色素呢 會有保護的現象 所以 它會形成所謂的Dicolor 今天在有海水在的時候 很清楚就是形成紅色的外型 紅色的葉綠體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但是呢 只要一脫水的環境之下 它會變灰白色 那這個時候你以為它死掉了 沒有 它是整個蛋白質節奏改變 去保護住它所有重要的 包氣跟蛋白質 所以只要一泡水之後 立刻就會恢復 所以呢 紫菜一般來講呢 尤其在海邊的這潮汐帶 它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那這我不仔細去講 基本上都差不多 就是一樣是三個時期 一樣是配質體 食物製體 果包質體 跟 食分包質體 這邊稍微要去解釋的部分 就是說 它中間有一些過程 因為它是磨狀藻類 那個磨狀藻類 他所有的深質構造 就長在這個磨狀的邊緣 譬如說 金質就是直接破開來 不動金質就是散出來 譬如說 軟 位在哪裡 它不像剛剛的那個部分 會形成外部的一些結構 沒有它就是展開這個膜裡頭 所以這個不動金子過來之後 延復之後金子送進去 就直接產生這種情況 那對不起 你的果包子體看得到有突出霧沒有 看不到 就一樣在這個膜狀結構裡面 一樣形成果包子 所以你所看到就是一個薄薄一片的構造 它都在裡面完成 所以這裡頭呢 如果今天順利的 軟金子結合完畢之後 當出去之後呢 當然就是走下一個路徑的 怎麼說呢 在整個過程所散發出來的 果包子呢 它如果順利的蒙發 它開始是先形成這個絲狀的結構 那這個絲狀的結構呢 本身來講 它一樣本身會進行自己的無性繁殖 所以在紅藻裡面這個紫菜呢 它有一些比較特有的地方 譬如說在這個絲狀的結構底下 這理論上其實是已經要進入什麼 要進入到四分包子體 但是呢 它很特殊一點就是它會形成所謂的 單包子囊 裡面形成單一包子 釋放出來之後形成整個循環 所以它的絲狀結構會形成單包子 然後釋放出單包子 產生什麼的 新的個體 那當你這個絲狀的結構持續的 什麼呢 持續的生長之後呢 它是真正的形成四分包子體 但它的四分包子體跟配子體形狀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是異形的 所以在這裡頭呢 它的四分包子體又特別稱之為殼包子體 因為它的結構 它的什麼呢 包子囊的結構 它類似像一個殼的結構 所以叫做殼包子體 裡面形成殼包子 那這個殼包子是經過減速分裂 所以它其實真正照相等來講 它就是四分包子 又叫可包子 好 除去之後反而就變配子體 所以這整個過程呢 其實是 跟多管罩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它是屬於不同型的 它的包子體配子體是不同型的 然後它所有的結構 基本上就是在磨的邊緣產生 它不會跟多飯糕一樣有那種特殊的結構 那在這裡頭呢 比較少見的是這所謂頭髮菜的部分 頭髮菜長的地方也是在這個超簡單 它就附著在石頭上面 這在台灣的東北角 基本上還有人在收 不容易採 他們知道人下去 把這個撈起來 一樣要去殺 一樣要一路一路做 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 什麼呢 素食料裡頭的高級食材 這是素食料裡頭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食材 它非常的細 非常的 如果做得好非常的像 所以它的結構更好笑 它就是一個吃狀的結構 就附著就生長 然後呢 我們所吃的是哪裡 我們所吃的是這個部分 配子體的部分 那它所散出去的呢 基本上來講呢 這些包括它的四分包子體 一樣是殼包 它就是石狀 它跟紫菜比較像 所以在外界所採摘的是這個部分 那串珠藻 是在這裡頭呢 淡水性的紅藻 所以這個部分 大致上來講的 分類我們不講太多 這個部分講太多 其實你們聽得比乎 但是它的二世代歇物 就是變成整個經濟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紅藻類的二世代歇物 它可以吹卡拉椒 它可以吹洋菜 這兩個 還有的 食物跟營養的價值 你如果不想怕 最好是吃什麼 吃它 洋菜 洋菜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的結構 其實人是無法切的 人的酵素 是無法去分解它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不要加任何的糖類 人可分解的糖類的時候 你單純用洋菜是會有飽足感 那當然好處就是什麼 你有飽足感 然後呢 你沒有吃到熱量 結果你就乖乖的減肥 其實你真正了解 生物學的部分 你要把自己 控制體重 並不是很難的事情 它就可以了 好 再來呢 你們以為那個 外面有些運動 那個 健身房裡頭 所賣的那些營養食品 所以我們吃了之後 能量多好什麼的 那些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個其實有一部分 它讓你飽足感是它 然後它給你高蛋白類的東西 給你低糖分的東西 等於計算你相關的 每天所需求的量 把它減量就對了 都是一樣的原因 但是它重點是要維持你 其他養分的出口 那這些東西呢 它還會去脆 紅藻類的部分 尤其卡拉丘的部分 它是很重要 帶有硫化的多糖體類的 碳水化合物 這個硫化多糖體類的東西呢 在早期沒有好的 才熱的時候 它是非常重要 作為膠 作為黏著劑使用 或者作為乳化劑使用 所以 一般的 早期我們在什麼呢 做 瓷磚黏貼的時候 會加一個叫做海菜粉 其實有一部分 含有的就是做一個硫化多糖體 那現在基本上都用工業上的 成分去取代 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們在吃的冰淇淋 或一些相關的乳化的東西呢 也應該是要用它 當然現在也很多被取代掉 那這是在地 在熱帶他們在什麼呢 進行海洋農場的一個概念 這在做什麼呢 在培養珊瑚藻 這在菲律賓 那珊瑚藻呢 又叫做海燕窩 講得很白很明的 這個東西如果說照正常的飲食來講呢 你把它拿來假造你也吃不出來 他應該講他叫海燕窩 事實上 成分養分差很多 但是它的口感很像 還有呢 像這個所謂的三藻 三藻類呢 三藻木的這些紅藻類呢 它可以大量拿來吹卡拉椒 卡拉椒呢 可以做為很多食品的添加物 好 那卡拉椒是什麼呢 講白臉就是什麼 寒流的碳水化合物 寒流的多糖底 那 這個東西如果你知道正常的萃取過程 你不要汙染 它可以做到食品等級 而且不貴 像我們所吃的什麼呢 果凍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市民藥行 直接買布丁粉 好一點的布丁粉 基本上是用卡拉椒 那 這些從紅藻萃取出來 它的結構就很清楚就是多糖類 寒流的多糖類 好 譬如說冰淇淋 譬如說果凍 譬如說牙膏 其實都有這樣的成分存在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講的洋菜 阿嘎 阿嘎 阿嘎其實也是紅藻所吹出來的多糖體 然後呢 在很多的食品的製作 尤其我們在我們在吃了一些蛋糕類 糕點類 它上面會有那種薄薄透明 不管你加了什麼材料進去 那層薄薄透明的其實就是所謂的洋菜 那早期以台灣的那個零食來講呢 最容易就是直接洋菜加紅糖去熬煮 然後呢 把它放到一個小碗一個小碗裡頭 讓它涼 涼了之後呢 可以直接拿冰 冰涼拿了可以拿來 那是什麼 我們就叫洋菜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在台灣一些的什麼呢 冰果市裡頭你還可以找得到 有些還在做 除此之外呢 紅藻類很多其實是可以拿來做什麼 肥料的 它肥料不是直接藻體拿來做 是在北歐或者是相關的一些西方的地方 西地東海的淺灘 它有很大量的紅藻蓋化後堆積的物質 這些紅藻蓋化後堆積的物質呢 它含有大量的鈣鎂跟碳酸 就是碳酸鈣、碳酸鎂這樣的結構 這些結構事實上對於土壤的 你如果把它拌到土裡頭裡頭 第一個對於土壤的結構是可以改善的 第二個它可以提供一些物質 去綜合土壤中的酸減脂 所以它可以很容易的做為什麼呢 土壤的改良劑 那人類生物就不去講太多了 紫菜、艾爾蘭、苔藓 這個是藻類請記得 還有所謂的長狀紅皮藻 這也是紅藻類的 這都是直接可以拿來吃的 這個應該不用再解釋了 不清楚的話 記得到零食店裡頭 小小一包到這種 所謂的紫菜 那紫菜實際上發展 請記得發展它的養殖技術 在很早的情形 不管在中國、不管在日本 早就都在做 它是非常傳統的什麼呢 海水農場、海洋農場的概念 所以它就是去採竹子 或一些草本不容易腐爛的植物 河本科或竹子這類的 它在前海的環境下面就把它插下去 它去之後呢 當地如果有散出來的 這些四分包子 它會附著 附著之後 它就會生長 然後呢 怎麼採收 這些插進去的 這些竹子或草本植物的 時間到長得差不多 就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呢 把它上面的東西把它給 這些紙菜把它弄下來 回去之後就直接在水盆裡頭去洗 掏洗完畢之後把它撈出來 放在竹簾上面曬乾 這是最傳統最傳統的方法 所以這在很早的 怎麼呢 中國跟日本 就已經直接這樣做了 那在歐洲地方呢 有沒有拿來吃 一樣 這個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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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來講呢 就是直接可以拿來使用的 使用的紅藻類 那也是呢 現在作為萃取卡拉椒 或者是 挫取所謂的 荷藻酸 的一個什麼呢 物種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在現在比如說冰淇淋的乳化劑 比如說化妝品的那個 Creamy的那個效果呢 很多還是利用卡拉椒來做的 那台灣其實在台灣的北部 你可以買到這個東西 石花菜 熬什麼呢 石花菜凍 那 如果不清楚的人早期在做的時候 基本上 它就是把它 丟到熱水裡頭 一支煮 一支煮 煮到它融的時候 然後直接讓它解凍 那這個時候會有一些味道 或者是它一些什麼呢 一些 沒辦法融解的物質就會存在 所以慢慢的呢 現在以北部 你如果在芙蓉 在一些相關的地方 要去吃石花菜凍 它們事實上是煮完畢之後 有過篩過再讓它凝固 所以那口感會變好很多 那它其實不會 它就怕不貴 這個 就看你們助教到時候會不會煮 好好煮 每一個助教技術不太一樣 真的啊 好 那這些事實上都是 直接可以拿來脆 事實上就是什麼呢 你今天都不用做人工的脆 你直接海邊採 採完畢之後 你把它曬乾 洗乾淨曬乾之後 你要用了之後 你就直接煮 你就可以把它的藻礁 這個阿嘎煮出來 那其實是還不錯吃啊 說真的 好 那這個所謂的長狀紅畢藻 它其實很小 大概就是5到10公分 這在 愛爾蘭 他們是把它當作是一個非常美味 因為它把它乾燥 剛剛完畢之後其實脆脆的 還蠻好吃的 那在加拿大也是承襲了 英國的一個習慣呢 他們也把它拿來吃 好 到這邊有問題 來 紅澡講完 來 紅澡講完 在這邊